175级的灵波城 修炼全满 底子基本上快熔会贯通了 化成九层大灵波 一玩就是一个物理系 最终极的门派 然后鉴定了一把武器 命中很好 伤害达标 体耐双加 体耐双加有点歪 但是花果山能用 灵波城用稍微刺点 这把武器花果山存伤是 综合属性是1050多 比非专用的极限要好 这把武器卖了能买 哎呦草又出了个布膜 又出俩布膜 武空是自己的小号 夏日风也是自己的小号 风哥我自己鉴定了 18万的160的150的军火 就出了一件布膜 好像卖了18000 你是鉴定了多少钱 出的这啥 好了夏日风哥 刚才那个号是月底出售 然后那把号刷出专用以后 然后又换号重新再刷 这是老板换的 第四个175级号了 每次刷的过程都出神器 然后就都卖了 你看这些大哥们赚钱了 但是平时也有挨打的时候 也亏钱 你们所能看到的出货的 都是幸存者偏差 就是他们成功了 上来展示一波 对吧 那些没出东西的时候 他也不会来直播间走一圈 所以说呢 不是说鉴定军火就能赚的 地厅网友有技术 六哥有钱 夏日风哥是有点东西 要不然也不能回归 四次梦幻西游都失败了 牛了无级别 9月15号 听说我昨天一天不在 精青不魔都出来了 150无级别枪好几年不出 这会一起出了俩 这是其中一个还在双家 夏日风哥还好 知名玩家 总鉴定 这个就是存存的散人了 155级 像几年前的怀旧等级 怀旧门派 机缘巧合中 鉴定出了一把150无级别枪 这个武器比刚才那把武器 还要好的地方在于命中爆了 伤害也爆了 双家的话都能熔练 两把都是无级别枪 9月16号 你他妈更过分 今天出的 我靠 刚才那俩还行吧 起码是昨天出的 对于我们来讲是个缓冲 大哥你是今天出的 这把武器是刚出完的 是吧 刚出完直接开完孔 耐久度 只用了两点 刚出的刚出的 新鲜的热乎的 来看一下这把武器的属性 都伤661加133.33794 这把武器的原造型是画龙点睛 不考虑服器的因素 就已经达到了10万 他这服器还不太见过 叫五月独尊 我靠 5月6号开服 5月6号开服 今天是9月16号 开服4个月 拿个125级别枪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啊